14号台南南昆山庙城内闹哄哄的一群人 拿着旗帜却不断推挤 有穿绿色上衣的人员还有穿红衣的阵营 两边从右推到左过程中诱人出拳 拿着竹边盾牌的男子想要劝架却卡在中间 庙城内推挤之外冲突还衍生到庙城外 点着大太阳红衣团队已经准备离开 但是绿衣男子一路追赶 发生近乡冲突 庙方低调不以回应 但私下表示是天气热 进乡人员火气大 知名的南昆山庙宇进来进乡团体多 庙城看来很空旷 但是入内之后空间有限 发发冲突已经不是第一次 去年的12月 有进乡团因为进出的顺序问题 除了推挤之外还出手护殴 四人遭到调查 一直对庙方的观感也不好 然后对于其他游客也可能会吓到 大家到一个就是庙宇参拜 然后就是要尊重当地的那个庙房那边跟神明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就是自律一下 因为近期就是天气有比较炎热一点 那可能因为比较炎热 大家心情就比较不好 火气比较大 所以有造成这种推挤拉扯的问题 发现为高雄市两地公庙镇头 目前警方透过了登记名册 追查动手人员 将以刑罢案件来侦办 三连新闻王少俊荣台湾报道